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月6日 星期四 這一節回到單人廣播 今天就是袁爸爸來了英國 所以跟我們做了幾節聯合廣播 將 最近的看法 以及 關於香港的事的進度 跟大家報告了 大家留意了 你在聽這個頻道的時候 你在聽的是星期二新聞集團 因為我們會先把節目優先 在這裡放鬆 所以就會導致我們這個 星期二 得道 主頻道的收視就會下降 大家留意了 請留意 聽從我們的指示 因為我們星期二新聞集團能夠賣廣告 但是因為是新台 所以收視就有限 因為現在的訂閱人數只有19,000 距離我們的 主頻道的40萬相距甚遠 所以請大家幫我們轉發這個信息 我們 開了新的頻道 星期二 新聞集團 目前訂閱人數是19,000 應該是19,400 請大家盡快來訂閱 盡快幫我們 繼續欣賞節目 繼續幫我們播放 也請大家幫我們打開 主頻道的測試清單 我們已經把風景清單放在 節目上 也請大家幫我們無限loop 播放風景節目 不要放鬆 因為現在我們的數字 其實還是數值相當之惡劣 只不過就好過完全沒有廣告 所以請大家 不要放鬆 view數一跌 所有數值又會再次下降 我們現在已經是非常艱苦的時刻 所以請大家 不要放棄 最近是辛苦大家了 我們也是 我們的工作量差不多 平時很繁忙 我們的工作量大幅上升了差不多三倍 我們所有人手都相當繁忙 但是 我們的收入就是大跌 我們知道 是救忙狀態 所以這段時間辛苦我們也會繼續頂著 也請大家幫幫忙 辛苦一點點 只不過 打開多一個節目清單去播放 對於你來說應該不是真的很困難的事 所以請大家 在咬牙關 我們繼續頂著 這節要跟大家說一節國際新聞 這節要說的是中國大陸 再次搬起石頭 摘自己的腳 這次又有甚麼事呢 這次又跟 波羅的海三國有關 這個叫做 立陶宛 立陶宛的風波 繼續發酵 最新的訊息 立陶宛下令他的國營鐵路公司 就是不同的中方有份的參與的中資公司 簽合約 這個又再次 突顯 中國大陸他自己也沒有錢的了 現在 你制裁立陶宛還是立陶宛正在制裁你呢 也在另一方面 立陶宛的總統出來為關於台灣 幫台灣建立辦事處 這件事出來作為一個錯誤 他這個說法 就是一個嚴重的錯誤 他這個說法 就立即引來 立陶宛的議員向他作出炮轟 這部分我們稍後再詳細說 立陶宛總理的發言人 就告訴波羅的海通訊社 說立陶宛政府 在今天正式下令 因為考慮到 立陶宛的國家利益 立陶宛的國營鐵路公司 將會決定 不再跟一家 跟中國大陸擁有 的西班牙橋樑建造商 簽署 這個建造的合約 根據路透社的報導 這一家在西班牙登記的公司 曾經以這個最低的出價 6250萬歐元 贏了一項 在立陶宛的橋樑 的建設招標 根據他公司的網站 他就把這個中國路橋集團 國際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Road and Beach Corporation 將他列為母公司 換句話說這家西班牙公司 就是這家中國大陸的公司 子公司 所以如果你跟這家西班牙公司做生意 等於跟中國大陸 全資擁有的子公司 做生意 於是立陶宛正式 將這個跟中國大陸 中資有關的公司 就是要將他剔除 於是國營的 立陶宛鐵路公司 在上年曾經表示 已經要求過政府 要審查這個合約 到底有沒有問題 如果跟這家公司 簽署合約 那就跟中國大陸 產生關係 這是其中一個重大風險 所以來到今天 立陶宛政府 正式下命令 就說基於 立陶宛的國家安全 國家利益 考慮 要將這個合約終止 自從立陶宛建立 台灣代表處 跟著立陶宛跟中國大陸的關係 明顯惡化 甚至乎 去到近乎斷交的關係 中國大陸不斷對立陶宛施加經濟上的報復 包括海關 把立陶宛 所有的貨品 沒有辦法清關 跟著 立陶宛來的農作物 有害蟲 跟著 切掉所有來自立陶宛的訂單 還有中國國有企業 中鐵集裝商 也立即中斷了 立陶宛的鐵路貨運 在每一個層面 嘗試用經濟的力量打擊 立陶宛 也要求其他公司 跟立陶宛斷絕來往 中國大陸就是用全方位的方式對付 這個立陶宛 但是立陶宛 似乎不打算那麼容易屈服 這個立陶宛的總統就出來說 設立代表處用台灣這個名字 就是一個錯誤 這件事也引來 立陶宛歐洲議會的議員 爆粗 炮轟 所以整件事也挺有趣 現在 你想 幫中國大陸說話 立陶宛的議員也不打算放過你 立陶宛籍的歐洲議會議員 馬爾德科 他就說這個 立陶宛的總統 就是可悲的總統 還寫了一句 就是WTF What the fuck 這位議員在Twitter上發 post 主要的內容是說我們那個總統非常可悲 竟然建議立陶宛 向中國共產黨下跪 這個就是中共 說我們是狗之後 所以就寫了一句 整個前文後理說粗口 實在是無可厚非 當對方 跟你不是一個 外交的譴責那麼簡單 當對方出言侮辱 說你是狗的時候 你竟然打算 向他卑躬屈塞 這個做法相當可笑 所以立陶宛的議員就沒有屈服 現在屈服的應該 只是立陶宛的總統 一方面中國大陸想繼續恥強凌弱 但是另一方面 立陶宛也終止 跟中國大陸的公司的合作 到底 所謂經濟制裁的制裁是誰呢 很多時候 制裁別人 變成了制裁自己 中國大陸經常 發生相同的事 當日對付澳洲 禁止所有澳洲的產品進入中國大陸 竟然搞到自己停電 今天也是相同情況 你打算制裁立陶宛 現在是立陶宛 不跟中國大陸的公司做生意 到底看看誰比較硬 這個世界是時候要認識中國大陸 是一個惡霸 如果你隨意放生他 你就會對其他人造成更加大的傷害 這一節我們就暫時說到這裡 請大家繼續做好支持六部曲的工作 我們現在 也沒有看到新的頻道的數據 現在我們很明顯 主頻道的收入就是大幅大幅大幅下跌 下跌過 跌了超過九成以上 所以大家在咬牙關 記得真的幫我們打開節目清單播放 而 在這個 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那裏 也要記得幫我們播放 以及點擊廣告 不然我們正在下沉 所以我們也要盡快爭取時間 就是向Youtube 高層作出投訴 我們將會進行這件事 但需要時間 所以請大家幫我們頂住一會 這一節跟大家說到這裡